自從那天你走後 皇父兄就茶飯不思 還吐了幾次血 沒意思 真是太令我失望了 真的是讓你失望了 皇父姨 皇父姨 你嚇死我了 你嚇死我了 傻丞丞 那這是 起來吧 從對賬大會 到智慧堡 再到此時此刻 想必 都是你的手筆吧 智慧堡 大當家 她是智慧堡大當家 我已調查多日 原先的大當家已經病逝 而你 意外地救下了二當家和智慧堡 當上了大當家 我說得對嗎 富羽 富含的 包帝 能被高高在上的皇甫家記住 真是我富家的 榮幸 想必你還不知道吧 她中了酒瀟傘 活不過今天 最後 酒瀟傘 還是我贏了 還有一種方法 酒瀟傘 一共只有兩種劫法 一種 是下骨之人 與中骨之人同防 而另一種 則是 人家 小宇哥哥 不許相愛她 福生我跟你一死枉破 他們今天都得死 放下吧 這一切早該結束了 不可能 我等了這麼多年 為的就是這一天 他怎麼了 中邪了嗎 不是中邪 這 是分裂疫症 分裂疫症 是受到了難以承受的刺激 最大的症狀 便是瞳孔會改變顏色 事情的真相 並非你所想的那樣 不要再誤入歧途 冤枉無辜的好人了 大姐 您來了 無辜 皇甫家就沒有一個人 是無辜的 當年你姐姐的事 我也有錯 若是我早點發現 她的情緒不對 也不會讓她上吊自衣 你裝什麼好人 明明是皇甫樂天 欺騙我姐姐的感情 你在旁邊駐紂為虐 最後親手逼死了我的姐姐 我弟弟樂天 同你姐姐傅函 從頭到尾 只有師生的情義罷了 別的念想從未有過 你騙人 她的日記裡 記錄的全都是你們皇甫家的罪行 就是你 逼她喝下碎骨子